很出乎意料的是 猎雅露莎家族在动画中的出场 与进化顺序是反过来的 猎雅露莎第一次出现在动画第40集 竟然露莎首次出现在第114集 猎雅露莎则第一次出现在第145集 接着小吃的猎雅露莎是他收服的第一只准神 同时也是第一只龙系宝可梦 但是很可惜 它是小吃的龙系宝可梦里唯一没有完全进化的 因此在种族值方面 猎雅露莎成为了小吃现有的宝可梦中 种族值最低的只有300 而在对战方面 猎雅露莎是小吃神奥地区的宝可梦中 唯一一只没有打过道馆战的 也是唯一一只没有和劲敌真思对战过的 下面爱丽丝在超级愿望最后一集中 也收服了一只猎雅露莎 这是小吃的伙伴中拥有的第一只 和他相同的飞誉三家宝可梦 但是处境很悲凉 爱丽丝的猎雅露莎是他唯一一只 没有最终进化的宝可梦 并且除了回忆再也没有出场过 也没有见过小吃 更是主角团中 第一只只会一个招式的宝可梦 他只会一招挖洞 而猎雅露莎就比较风光了 在多次登场的宝可梦中 他创造了动画中最长时间不败的记录 从钻石珍珠第40集到旅途第125集 长达704集没有输过 除了小吃的宝可梦外 猎雅露莎也是各世代冠军的宝可梦里 出场次数最多的 在游戏金灿钻石明亮珍珠中 玩家第二次挑战宝可梦联盟的猎雅露莎时 等级是88集 与白银山赤红的皮卡丘等级一样 是等级最高的NPC宝可梦 在白金早期的宣传片中 猎雅露莎的正面姿势与正式游戏里不同 在剑盾的宝可帮帮忙中 音速汽车的logo则采用了猎雅露莎头部的设计 下面猎雅露莎家族是第四世代的龙系宝可梦中 唯一不是传世中的宝可梦的 换言之另外的龙系是三只封面神 在四代龙系的地位真是非常之高 在第九世代前 猎雅露莎是准神中HP种族最高和特攻种族最低的 但是第九世代的准神 几几龙把这两项记录都给打破了 猎雅露莎也是唯一一只有性别差异的准神 他们一家雌性的背棋都没有缺口 在第六世代前 猎雅露莎是唯一速度种族是102的宝可梦 这个速度是相当有恶意啊 在第四世代能超过一众幻兽和闪念鸟喷火龙等 第五世代有利亚的土地云和雷电云零兽形态 尽管猎雅露莎收拢身体伸展翅膀后能以音速飞行 但他并不能学会招式飞翔 在外观上 猎雅露莎的鼻尖上有一块倒五角形的黄斑 巨牙莎的头顶有一处黄色四角形的图案 第一眼看上去十分相似 巧合的是他俩都是以鲨鱼为原型 特性都是粗糙皮肤且都能mega进化 而说到这个mega进化 mega利亚露莎是少数几只mega进化后身高体重不变的宝可梦 也是少数几只mega进化后速度种族降低的 更是少数几只对战中不如mega进化前的宝可梦 接着在2020年宝可梦日人气票选中 利亚露莎排在神奥地区的第二名 全地区的第七名 最后在设定上 原露莎很怕寒冷 要是和他一起生活的话 需要花很多暖息费 虽然嘴很大 但胃口却比较小 剑亚露莎和赤面龙共同分为洞穴宝可梦 他最喜欢闪闪发光的东西 会把在洞窟里找到的宝贝都寄存到自己的巢穴中 因此基于宝石而来的像黑暗鸭这样的小偷络绎不绝 同时喜欢捕捉小碎钻 如果发现正在攻击小碎钻的勾魂眼 就会非常生气地发动袭击 虽然是一种性情凶暴的宝可梦 但只要将他感兴趣的玻璃珠给他 他就会立刻变得温顺可亲 利亚露莎性情粗野 面对他持续保持戒备 会以不输给喷气式飞机的速度 飞到天空中寻找猎物 以肉眼无法追上的迅击速度 翱翔天气的模样 利然叹为观止 经常会围绕着食物的问题 和暴飞龙展开空中战斗